? 那你從旅樹經營的 你給我們室內設計師什麼樣的 一個建議 當他們在跟旅樹業者 在溝通 或是在談設計的時候 你覺得最基礎是 你有可以給他們什麼做 可能要找像白石一樣 哈哈哈哈 真好興奮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真的是要找到 討論者來做 就是但很多業主 是不願意花這個錢 他們覺得丟給設計師就好 但我遇到很多都是 遇到這個問題的狀況 他們都已經蓋好了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覺得從初期 就要有consulting來介入 來給一些服務動線跟行銷動線 還有內部的動線 我覺得這很重要 但很多設計師他們可能忽略這幾個 尤其現在很多年輕設計師 他們可能就是在圖面上很專精 但他們沒有料想到 Housekeeping阿姨那台車 2米2 1米1的高度 然後你要我鑽在這個1米2的 你想想這旁邊都會是插痕 所以有時候設計師 他們會盡量把空間給消費者 自己內場就很小很小 那業主也不知道 他就是不知道這些東西 他就想說蓋好之後再找門就好 那其實你一開始就要想 一開始就要先做好這些設定 那也要有這些設計師有時間陪我 他們覺得這很煩 這件很索碎的東西現場會解決 你現場再跟營造或者是裝修的師傅講的就好 他們覺得反正就是一個大樣圖 大概就好 但是我覺得這細部其實一開始就要先決定 未來才會省掉很多的麻煩 這才是真正幫助到業主 嗯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